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海绵爱生活 人类对沙漠的探索一直没有止步 我国的撒哈拉大沙漠翻译成汉语 就是死亡地带的意思 从古至今,这片神秘的沙漠不知道吞没了多少鲜活的生命 连骆驼都不敢轻易尝试穿越这片沙漠 而很多的探险家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进步 人类想要通过技术去解开沙哈拉沙漠的神秘面纱 便采用了卫星拍照 人们惊讶地发现在沙哈拉沙漠的中央 有一个直径达到48公里 海拔高约400米左右的圆形查理特结构地貌 这让大家都震惊了 这个椭圆形不仅很大 而且看起来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像一种阵法 就像中国古代的八卦阵 然而这样人际罕至的地方 按理说是不可能有人去建设这样宏大规模的阵法的 拜国人称其为撒哈拉之眼 因而撒哈拉关于死亡的传说比较多 这个时候有人就忍不住猜测了 说这很可能是通往18层地狱的入口 是另外一个世界和地球的连接点 当然这样的说法只是猜想而已 并没有证实 科学家们对此进行了研究 起初猜测这可能是陨石坠落造成的 是进一步勘察发现 周围的地质并没有蕴含任何陨石曾经坠落的细像 如果是自然形成的 那么规则的形状就很难解释了 但世界上的未解之谜多了去了 就比如说没搞懂金字塔是到底怎么建起来的 不过金字塔确实是人造的 这个撒哈拉之眼呢 难道是死神建立的 这还等着大家发挥聪明才智去探索 小冰箱器 总有一天我们会揭开撒哈拉沙漠的神秘面纱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